好,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跟大家來講接下來6月13日 星期日沙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繼續跟大家彈翹一槍過 這次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的第五場 這場第五場是我們的四班泥地 120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我認為有隻馬都頗值得來看 頗值得來買 這隻馬最近賽職不是特別好 但我認為他未來是有機會的 說的是這隻4號的軍力勁 這隻軍力勁最近賽職真的比較差 你看得到,其實他最近六次 基本上很多次都是跑包尾的 基本上有四次都是雙位數字 又第十、又第十二、又第十二、又第十一 基本上很多人都應該會覺得這隻馬 是比較差一點的馬 但其實我不是這樣認為 我認為這隻軍力勁其實是有實力的 只不過是他連續幾次的祭遇都比較差一點 才導致他之前跑不出 我們可以一起去看看這隻軍力勁的賽職 看看這隻馬到底有沒有實力 這隻軍力勁其實在今季 都跑了很多次一下 跑了8次 這8次裡面有跑過泥地 有跑過草地 這隻馬都跑得很亂 一時跑草 一時又跑泥 但至於路程方面 這隻馬跑來跑去都是千二 因為這個路程其實比較適合這隻馬 這隻馬傾向是一隻短途的馬 跑千二就對了 而接下來這隻馬就報回泥地千二米 其實就適合他跑的 因為這隻馬跑千二泥地是最厲害的 大家其實看這隻軍力勁之前的賽職就知道了 這隻馬其實在1819年這個馬鬼 其實已經是說贏了三場沙田泥地千二米賽事 還要是由四班贏到上三班 所以其實這隻馬跑沙田泥地千二 那真是適合了 沒有錯的了 肯定是沒有錯的了 至於這隻馬為什麼它這麼貴 又跑草地又跑泥地呢 其實我覺得主要原因是因為 就是練馬師想不斷給新鮮感這隻馬 還有就是想幫這隻馬減分的 所以其實這隻軍力勁在今季上面真正有跑過 跑適合路程和場地的只有三次 分別是在1月31日的這場 三班賽事和最近這兩場四班賽事 那至於為什麼這隻馬在最近 跑沙田四班千二米泥地都會跑過12名出來呢 為什麼會跑包尾呢 其實當中是有原因的 我認為其實如果大家上次買了這隻馬的話 其實是輸得非常之不抵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們一起去片看看這隻軍力勁 上場騎士跑得如何 上場騎士真的跑得很壞 我們一起去片看看 一開閘了 我們一起去拍一下 到底哪隻馬是軍力勁 這裡就是軍力勁 紅色衣服、綠色衣服 用紅色箭嘴已經指著它 大家一起看看軍力勁 上場怎樣跑 就算了 大約跟著第五位 印水指 最出橙色眼罩 還有飛馬輝煌 內蘭紫色眼罩 紅衣軍力勁 馬嵐中間 藍衣大約 尾四度 一路順風 在外面八進 左下三隻 梵哥兒 尾以桃花紅 暫時包尾是那隻風彩華亭 過了800米斷柱 前面紅海複星 是要戴的 外面位置飛馬輝煌 第三位有印水指 內蘭第四 就是威武成全 第五位埋便 粉紅眼罩 陽明滿滿 中間還有圓圓動力 外面梵哥兒 開始踩遊 紅黑矽衣衣 最出的 等內蘭那邊 風彩華亭白衣 也都上緊 後天才有八進 粉紅眼罩 陽明滿滿的那些馬 正正有直路 飛馬輝煌中間 就拍著埋便的 紅海複星鬥緊 埋便威武成全 偷了個位上來 中間又圓圓動力上緊 在外面梵哥兒 裡面偷位上來 還有這隻風彩華亭的馬 最後100米 看到埋便 紅海複星鬥緊 飛馬輝煌 中間威武成全上緊 外面位置 還有這隻圓圓動力 跑第二名的馬 由埋便數出來 飛馬輝煌 威武成全 還有外面的圓圓動力 結果這隻 紅海複星 再次升班 在泥地上 就一放到底 跟他一起走的 飛馬輝煌 橙眼罩 中間威武成全白衣 外面圓圓動力 三隻馬比較近些 好了 整場馬就看完了 大家見不見得到 陳家熙上場 怎樣騎這隻馬 哇 陳家熙上場就厲害了 一開始出閘 就已經有問題了 陳家熙出閘 居然可以出到這麼慢 喂大哥 喂 你這些減榜騎師 你出閘應該要快 大哥 你連閘都出得衰 是吧 閘出得衰都算了 是吧 還要搶不到 是吧 如果你出閘慢 不要緊 你搶到就可以了 是吧 我不管你出閘快還是慢 最重要是你搶到 喂 但是你連最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 陳家熙 一隻泥地擺頭走的馬 還要排著二檔 你居然可以將他放在後面來跑的 留在後面來跑的 那真是服了你啊 陳家熙 那所以啦 剛剛先大家都應該見得到的了 到底這隻軍力強 上場為什麼會輸呢 原因就是 陳家熙出閘 搶不到 導致了這隻馬 留後跑 留後跑 就跑不行了 搞到就輸了 這隻馬呢 其實實際上 肯定是說 要擺頭走才跑得好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大家看看他贏馬的時候 怎樣跑 喂 這隻馬當時跑泥地 贏馬的時候 是2-3-1這樣跑的 1-1-1 2-1-1這樣跑的 全部都是擺頭走的 甚至是說 他這一季 那他怎樣跑第三回來了 這一次的第三名呢 各能都是1-1-3這樣跑的 就是說 這隻軍力強 肯定是要擺頭走才跑得好的 那 而 上次 就是說 4月17號的這一場 那 容天彭放陳家熙上去 很明顯就是 因為知道 陳家熙是一個減榜騎師 覺得他懂得騎這些 擺頭走的馬 才讓他騎的 但是 他騎到這樣 是吧 人家繩一隻馬給他 他又不會騎 騎到這樣 那就搞到輸了 那 所以呢 其實在4月17號 買了陳家熙這隻馬 那些 輸得很不值的 肯定是輸得很不值的 是輸這位騎師 那 至於 接下來的這一場 為什麼我會買這隻軍力強呢 那 原因就是 因為 再不是陳家熙來騎了 大家看回 接下來換人 換一下周俊諾上去 換一下周俊諾上去 我相信 表現就會好很多了 而且 周俊諾是非常之適合跑這隻馬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原因是 剛剛都解釋過了 這隻馬 是要擺頭走才跑得好的 而周俊諾這些騎師呢 他能夠減5磅 那 其實這些擺頭馬呢 最適合的 最好 而且 接下來排了一檔 又是漂亮檔 非常好跑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 選擇這隻軍力強 都是合理的 所以 接下來這一場馬 我也是希望 周俊諾靠著這隻軍力強 一放到底帶掉後面的對手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是這隻軍力強 好了 講完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來講回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二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是這隻 7號 紅海複星 為什麼今次我們會選這隻紅海複星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有實力 這隻馬呢 其實他在今季已經贏過兩場了 大家看看 這隻紅海複星呢 他呢 就是贏了兩場泥地賽事的 兩場都是泥地千二米 由五班贏到上四班的 而接下來就跑四班了 即是說 這隻馬都是合跑的 因為他贏過四班的 是吧 重要 這隻馬 兩次 都是一放到底放回來的 所以這隻馬其實是非常之厲害的 那 但是 大家聽到這裏 可能大家就有個疑慮了 因為剛剛才我們選到的那一匹馬呢 都是一隻放頭馬來的 你可能就會想了 會不會這兩隻馬 鬥燒燒到兩隻都沒有了呢 是吧 那可能你會這樣想的 那我亦都考慮過這個情況的了 那 但是 如果大家細心點 留意一下這隻紅海複星 之前怎麼跑的話呢 那大家這個疑慮就會解除的了 那不說那麼多 我們一起去看看 4月17號這隻紅海複星怎麼跑先 那看完片 大家就會明白為什麼這個疑慮會消除的了 一齊去片看看先 好啦 那一開閘了 那我們一齊來認一認到底哪隻是這隻紅海複星先 好啦 那這裏這隻呢 就是這隻紅海複星了 那 橙三黃帽的 紅色線嘴已經止住了它 那大家一齊看看這隻紅海複星 上場怎麼跑先 那還有呢 那大家同時留意實所有的放頭碼 那一齊去圓舞城泉 第五位埋便粉紅眼罩 就是陽明滿滿 中間還有圓圓動力 外面 范歌儀開始踩遊了 紅色的衣服最出的 等內蘭那邊 風彩華亭白衣也都上緊 後來才有八進 粉紅眼罩 陽明滿滿那些馬 正正又直路了 飛馬輝煌中間 就拍著埋便的紅海複星鬥緊了 埋便威武城泉 偷了個位上來 中間又圓圓動力上緊 再在外面 范歌儀 裡面偷位上來 還有這隻風彩華亭的馬 飛馬輝煌 中間威武城泉上來 外面位置還有這隻圓圓動力 接近中間 紅海複星都很有機會帶到 跑第二名的馬 由埋便數出來 飛馬輝煌 威武城泉 還有外面的圓圓動力 結果這隻紅海複星 再次升班 在泥地上 就一放到底 跟他一起走的 飛馬輝煌 橙眼罩 中間威武城泉白衣 外面圓圓動力 三隻馬比較近一點 上次都是濕濕地來得贏 這隻紅海複星 好了 整條片已經看完了 大家的疑慮 解開了沒有 剛剛才叫大家 留意一下 這場的放頭馬 這場的放頭馬有哪幾隻 很明顯 就是有隻 紅海複星 和外面的飛馬輝煌 這兩隻馬就是放的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最後的結果 這兩隻馬都回來了 跑第一的就是紅海複星 跑第二的就是飛馬輝煌 那大家 明不明白什麼意思 即是說 接下來的這一場 其實這隻軍力勁 和紅海複星 都有機會 兩隻一起放回來的 我認為 都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有機會和上場 是一模一樣的 和上場紅海複星 和飛馬輝煌那一場 是一樣的 所以這場 我就 照樣選擇這隻紅海複星 因為這隻紅海複星 在這一班 真的有實力 因為 你照數 其實很多馬 都不是特別厲害 比較厲害 就是這隻 2號的專一 但是這隻專一之前 是跑開草地的 這隻馬 一直以來 幾貴了 都是跑開草地的 接下來轉泥地 我認為 其實不太值得去搏 因為接下來 又會用莫雷拉 莫雷拉 其實這些馬 其實這些有實力的馬 應該會 令這隻馬很熱的 熱起來 就不值得買 雖然這隻馬 其實他最近試泥閘 是試得好的 但是我覺得 配莫雷拉 好像不太值得去買 除非 他臨場賠率很好 如果不是的話 我都不會選擇這些熱門買 來去買 所以 我覺得 選擇這隻7號的 紅海複星 就比較好少少 還要排著個五檔 漂亮檔 用回贏馬拍檔 蔡明肖 也是值得買的 所以 第二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選擇這隻7號的 紅海複星 好了 講完這場馬 我們會選擇到的 那兩隻馬匹之後 來講回我們的 投注策略 這場馬上 我們怎樣投注呢 是吧 那我們 就會買回 連贏 及位置 Q 對了 買回連贏及位置 Q 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一試這兩匹馬 在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在這裡祝大家 贏多些 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 按鈴鐺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 我們這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